各位科學X博士粉絲專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阿鑫 歡迎來到今天的直播 上禮拜我沒有直播這本書 但是是用輕鬆的方式 這次科學X博士要再用大人的角度 跟大家再分享這個寶可夢之父填高製的書 同樣留言寶可夢 就可以有機會抽獎 我們歡迎科學X博士登場 好啦謝謝主持人阿 大家好各位科學X博士臉書粉絲專業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科學X博士阿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再來跟大家直播 再來跟大家介紹一次這本寶可夢之父填高製 大家知道科學X博士有出版一本書叫做人生實驗室的書 裡面講的是一些人生的生涯規劃跟一些實現夢想的一些問題 想問一下很多人都擁有夢想 從這個角度來看天高老師可以實現夢想 創造出皮卡丘這樣的角色 那他跟一般的人有什麼不一樣 我今天說 當然我現在想 你剛才有說這個是要用大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就用大人的角度來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說很多人都有夢想 小朋友長大想要當飛行員 小朋友長大想要當太空人 可是大人也有大人的夢想 比如說我想要創業 我想要開公司 我想要成為厲害的咖啡師 我想要成為厲害的調酒師等等 其實不光是小朋友大人也會有大人自己的夢想 可是說實在的大人的生活你知道嗎 大人生活一定比小孩壓力大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要上班 我們要工作我們要賺錢 所以其實如果說很多大人自己現在的工作 不是剛好在自己的夢想上面的時候 他就會很難在不用工作的時間 在下班的時間去另外達成 另外一個自己想要實現的這個 剛剛就說的夢想這件事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很多夢想就是 你想要幹嘛 我好想要當個YouTuber 我好想要做一個大人最常講的 想辦法來實現這個財務自由 可是說一說說一說之後 這個東西為什麼都沒有辦法實現 當然原因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以這本書寶可夢之父的例子裡面 他是怎麼樣可以實現他的夢想 我舉個例子來說 剛剛在上一集有說到說 其實主角不能說作者 這個主角其實他有做過一些事情 他說他很喜歡打電動玩具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周圍也很喜歡打電動玩具 你也很喜歡打電動玩具 打電動玩具大家都想要說 自己可不可以變得更厲害變得更強 可以過更多的關 他就有發現這麼多人想要過關 這麼多人想要變更強 所以他就具體的把他自己變強過關 這些方法寫下來 我想現在在直播前面的朋友們 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個這種大叔的年紀的話 你一定經歷過一個年代 就是有一種書 有一種冊子 在教大家怎麼樣過關 那種書叫做遊戲攻略本 今天其實我們以這個主角田考老師 他今天想說 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過關的方法 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怎麼樣可以破關 甚至於是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很厲害 那他不只是一個想法 他馬上把這個想法寫下來 而且確實執行 確實行動 確實的把他今天寫成一個 剛剛這個在畫面中大家看到的一個小冊子 這個冊子其實他還漫畫中裡面有提到說 他真的是在家裡面 然後用他們家訂書去訂出來的一本 當時的TV Game情報誌 這個就是他第一個出的遊戲攻略本 而且他真的把它放到 大家都知道除了遊戲界之外 動漫界、漫畫界還有另外一種書叫做同仁誌 就是一些對漫畫有興趣的人 自己出的一些小冊子叫同仁誌 他就把他自己出的攻略本 放到這個同仁誌的圈子去讓大家分享 然後真的也有很多人跟他買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說 他今天有夢想想要讓大家知道怎麼樣打電動 他不是只有空想而已 他確實還把它轉成另外一個行動 我再舉一下這個書裡面說的另外一個例子 他是不是有後來做電動玩具對不對 他做電動玩具的時候 他一開始也想說 我們今天這麼愛玩電動 對電動這麼有興趣 那我來設計一個電動玩具好了 可是他也不是只有空想而已 他真的把他今天想過的電動玩具的idea 確實寫成一個計畫書 確實寫成一個計畫書 然後再投給當時 大家看到這個遊戲的 這個畫面又上方出現兩個很熟悉的字 SEGA 當時的一個很大的電動遊戲 其實應該到今天也算很大 一個遊戲廠商 所以如果以我這一段我想要做個總結的話 夢想要實現 其實說真的好 夢想 有夢想 我們就被一個廣告詞常聽到有夢想而偉大 其實有夢想其實說真的也沒那麼偉大 有把夢想轉成行動 你有行動去確實實現那個夢想 那個才是一個我真的覺得在這本書裡面看到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田康老師跟大家不一樣就是說 他想到什麼 他就去做 想到什麼 就去做 做了之後不好 那趕快改就好啦 所以我覺得實現夢想 有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回答這個主持人 阿信剛剛說的 就是行動啦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謝謝X博士 那你想要問一下X博士 行動很重要 行動時如果我們過程碰到了很多問題 碰到很多挫折 這些問題如果很難解決的話怎麼辦 比如說很多小朋友想要做科展 也很多大人想要創業 通常不會很順利 碰到問題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你問到科展跟創業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問題剛好我都有碰到過啦 好啦今天當然我們先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寶可夢之後成功的這個樣子 他中間碰到挫折跟問題 我們其實沒有看到 當然這本書裡面有詳細的交代 那我們來看一下當然解決問題 所以面對問題的方法很多種 那我們看一下甜考老師是怎麼 怎麼來做這件事情 剛剛有說到 就是我們寶可夢這個遊戲的故事 其實從滿早滿早遊戲機的那個年代就開始了 那大家當然知道說 其實我們開始有家用遊戲機 這個東西的開頭是一個 家用戶腳的那個遊戲叫做 那個機器叫做任天堂 任天堂出了一個紅白機 那個當時應該是一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 遊戲進化系的時間點 出了任天堂紅白機 所以對甜考老師他們團隊來講 也就是說 哎呀那我今天做了一個遊戲 我今天設計出一個遊戲 如果能夠放到任天堂上面去 那就太好了對不對 所以呢他就也希望說他今天所設計的遊戲 能夠成為任天堂當時是插卡帶 任天堂在卡帶裡面其中一種規劃的遊戲在裡面 可是問題來了 任天堂是這麼大的公司 跟任天堂簽約需要很多很多錢 他怎麼會有能力 怎麼會有機會可以籌出這一大筆錢來 讓他一個這個遊戲界裡面的身手 可以有機會可以跟任天堂合作 所以他就換個方式講 當然任天堂紅白機已經出來了 所以當時已經有很多很多 大家耳熟能詳的遊戲設計公司 那他就想 那我既然我今天自己不是一個很大的公司 我今天團隊也沒有很多人 我只會設計程式 可是很多簽約也好 或者是一些經費也好 我可能比不上那些現在已經寄存的遊戲公司 那我怎麼辦 那就這樣好了 那我就做我會做的事就好了 他剛剛裡面就有提到說 那我今天是不是說 我既然沒有這一大筆錢 可以跟任天堂簽約 那我就跟現在已經現成的 既存的遊戲公司簽約 把那些很多很多 我今天設計的角色 跟已經有的遊戲公司做合作 我們一起加起來 再來跟任天堂簽約 等於說我有多少能力 我就做多少事 今天我如果能力不太夠 我做一件很大很大很大我家的事的時候 今天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你看他們公司 如果他們幾個人去開了一間大遊戲公司 他有可能就要面對房租 面對一大堆人的薪水 面對很多稅務上面的問題 就沒有辦法專心做他的遊戲設計 那他只想做遊戲設計 所以他把其他部分跟別人合作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 不要想說這個也要包那個也要包 這個也要做什麼都要做 我做我會做 我做我專長的部分 而其他部分我跟別人尋求合作 讓別人來負責 然後我們一起加起來之後 就變成一個比較大的團隊 然後做好分工 用這樣方式再去跟任天堂合作 那就是個很好的模式 我在舉書裡面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書裡面有提到說 今天他們團隊裡面 今天很多問題不是只有在團隊外面有 團隊裡面也有 他碰到什麼事情呢 他們團隊裡面厲害的程式設計師想要離開了 那怎麼辦 程式設計師對電動玩具設計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那如果程式設計師離開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啦 我今天想的是說 當然我今天說解決問題方法有很多種 我們今天碰到一個問題 解決它 會不會有一個方式是 我們可以直接回避掉一個問題 我們乾脆不要去碰那個問題 我今天找不到程式設計師 我今天程式設計師也有可能離職的風險 對我來講 那我是不是可以想辦法說 在我現有的這個元老集團隊 甚至於是自己也可以 我們來試著嘗試寫程式 學程式 不要說我們整個創業 整個偉大的寶可夢遊戲的夢想裡面 有一部分是我今天不能掌握的 哎呀這個人 只有他會寫程式 那他走我就完蛋了 只有這個人會做音樂 那他走就完蛋了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 誰離開我們就完了 哪個能力缺了我們就完了 這些做一個管控 比如說 雖然我可能寫程式沒有寫得很好 那我可以學 那我不能學 那我們兩個一起學吧 至少是我們兩個一起創造公司 我們兩個應該不會離開 我們兩個一起學 至少至少至少 如果真的有人在離開 真的又碰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兩個更辛苦 更努力 或許也可以把這個問題 稍微做某種程度上解決 所以說 剛剛這個主持人說到的 創業碰到的問題 做科展的問題 我覺得兩種方式 一種是盡量把所有的問題 集中在 如果我努力 就可以解決 比如說 城市不行 那我去學嗎 或者是說 沒錢 那我去借嘛 盡量不要有那種 沒有什麼 我就做不下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有問題 解決它 你也可以回避它 找別人合作 找其他的資源 把這個問題給回避掉 讓自己可以專心做在自己 最認真 最專長的部分 這個是我覺得 碰到問題一個 蠻不錯的想法 這本書是他們告訴我們的 謝謝X博士 另外一個想要問的問題 我們家沒有遊戲機 我們家有那個夾滑滑機夾出來的那個遊戲機 所以講到 有講到Gameboy 對寶可夢遊戲很重要 可是我是連Switch都沒有玩過 你是真的連Switch都沒有玩過嗎 真的 所以你朋友沒有人帶Switch到學校去呢 當然不行 真的啊 好好好 覺得我們家要買的可以留言給科學X博士 然後你用你自己的錢去買這樣 對 看起來Gameboy對寶可夢也是很重要的 在其X博士介紹寶可夢跟Gameboy的關係 還有田豪老師怎麼樣把握這個機會 好啦 如果要聽懂以下我說的這段 你可能要跟我一樣有點年紀 剛剛說任天堂紅白機 這個可能大家都家喻戶曉 沒有人不知道 可是任天堂紅白機之後還有其他也是 也是蠻重要的遊戲機發生 它是哪些遊戲機呢 它包括了有 SEGA 包括了有 NEC的PC Engine 後來還出了Gameboy 那Gameboy當然我說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手持的 你可以裝電池 不一定要接在固接式的電源上面 就可以執行的一個遊戲機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卡夾跟你的遊戲機 帶到戶外去玩 帶到戶外沒有電源可以去玩 這是一個蠻大的進步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是 今天Gameboy 在有一段時間之後 它出現了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兩台Gameboy可以互相連線 這個是個非常大的創舉 連線的功能 它可以讓兩台遊戲機可以互相交換 也就是說 今天遊戲一直以來都是單機在遊戲 就像任天堂可能有兩個把手 可是畢竟是一台任天堂在玩遊戲 兩個遊戲機可以連線 它重要的地方是 我可以讓兩個人各自 各自有交換資料的能力 我這台遊戲機 跟你那台遊戲機 互相交換資料 那交換資料有什麼重要呢 今天他就在想到一件事 我有什麼可能在Gameboy裡面設計出一款遊戲 設計出一款遊戲 這款遊戲呢 它靠著是不是連線的功能 而連線的功能裡面 可不可以做到 今天大家對寶可夢這遊戲 最重要最大的重點 最大的重點 換我的神奇寶貝跟你換你的神奇寶貝 這個可以換神奇寶貝的功能 其實就是我們整個遊戲相當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那如果說我今天能夠把握這個機會的話 我們今天來換神奇寶貝 我利用這個Gameboy連線的功能 我把我的寶可夢跟你交換 你把你的寶可夢跟我交換 那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再說一下 今天寶可夢這件事情的流行 是不是跟這件事情有直接的關係 當然是有 今天有了寶可夢之後 今天有連線的功能之後 讓大家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有自己互相交換自己神奇寶貝的機會 可是我們回頭再來看 剛剛說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用成人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來看這個像是生涯規劃這樣的時候 今天我們有了一個這樣子的機會出現 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讓大家再一次的掌握這個時期 比如說我今天說真的 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可能後來開始有網路 開始有部落格 開始有Facebook 有YouTube 有直播 後來又有了線上課程 最近還流行的Podcast 這件事情 我想問大家的是說 每一個時代只要有一個隨著時代的進步 一個技術上的革新 就像說 剛剛我說的那一連串的部落格 Facebook YouTube等等等等 他都會為這個時代的某一些人 提供到一些好處 有一些 有一些紅利 所以說藉由這個地方 今天一開始寫部落格好像比較容易被看到 一開始做Facebook行銷的人好像比較簡單 一開始做YouTuber的人好像比較容易紅 一開始掌握了這個時代的時候 今天Gameboy剛開始有連線的功能 而田考老師今天的遊戲設計就是掌握了這個連線功能的好處 所以說今天有機會 如果我們今天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我們說現在開始流行直播了 現在開始流行線上課程了 現在甚至開始也流行Podcast 那這種隨著時代的進步 我們有沒有過一些 把我們的專長 把我們的興趣 把我們的嗜好 跟這個時事做一些結合之後 我們也來享受一下 除了我們今天的興趣跟嗜好跟專長之外 也隨著這個時代帶給我們的紅利 帶給我們時代的好處 來也讓我們的夢想可以更進一步的加速 更進一步的擴大 這就是我在想要講的這次的 我覺得說真的 如果說這本書讓我覺得最最最感動的地方 大概就是這個部分了這樣子 A.C.G.X博士 不會啦 那今天就給主持人做個結尾吧 什麼 什麼 支持 對 請大家怎麼樣 請大家要支持X博士的臉書專頁喔 然後 只記得訂閱X博士 還要按下小鈴鐺 好啦 就是幫阿欣說一下 今天有機會讓第一次讓阿欣來試著主持一下這個直播節目 看一下他的直播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我們今天接受了這本書的 委託跟大家介紹這本書 當然我也很喜歡這本書 那可是對我來講 我更希望是提供我們家的小朋友 有一個自己面對這個鏡頭 有一個跟觀眾互動的時候這樣的經驗跟感受 那也謝謝大家給我們這個機會啦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跟大家介紹到這個地方 也希望大家來支持這本 好那我們今天就直播到這個地方囉 拜拜